我们做人首先要学会控制情绪 我们要懂得一个人的情绪波动 就是自己心态调节的不好 因为什么事情心动了 那么心态就开始起变化了 所以一个人学会控制 就是要能够用智慧 要幻化人间 要懂得认识这个人间 你才能懂得怎么样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真正的学会佛 就是要学菩萨 要懂得学菩萨 就要懂得救度众生 控制自己本身就是靠着 长期的修心的 非常非常艰难的去守戒 然后呢 继续 当你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经常在社会上不懂这个不懂那个 有时候我们又经常做错事情 实际上就是守不住这个戒 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脾气 所以学佛的人在意念上修 在行为上修 在生活当中修 那么思维当中修 那么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学佛人 应该说的话 你思维又是菩萨的思维 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也是菩萨的思维和行为 这样你本身就懂得了 应该怎么样来真正的 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心灵和 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行为 所以一个学佛人 重要的是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去学佛修心 好好的让自己真正的明白 活在这个社会上真实的含义 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佛 懂佛就要懂得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思维是什么 一个人想把这个世界看懂 首先要懂得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是什么 你感受到的 你想到的 你意识上拥有的 所以所有的受想形式 皆不易空 空不易色 什么意思 就是你所有受想形式 全部都是空的 今天你在人间想出来的 也是空的 你的行为 你的感受 都是暂时的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空 一定要让自己五蝴甲合之声 五蝴皆空 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 连你的人都是假的 那么我问你 你所拥有的房子 车子 你的家具 还有你所有的一切 是假的还是真的 因为一切有假生成 所以 这就叫 要懂得受想形式 皆是空 五蝴必须皆空 所以 师父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买的苹果 买的香蕉 你去拿给一个洋娃娃吃 所以 就算你给他吃了 这洋娃娃能吃吗 因为我们人 本身都是空的 我们在人间 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思维想出来的 所以 哲学 佛学 就是叫我们 非想非非想 不要去想 你就没有想 你一去想 你就有想 所以不去想 你就会没有 这本身 就是空的 所以让人懂得 不去想 才会真正的空性 要感觉到 人人平等 要懂得 我们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我们 实实在在 好好的 修 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平等的 把全世界人 都看成 你的父母亲 这样学佛才会有境界 要能忍辱 所以学佛人 万物本同源 众生如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万物 都是同根同源 众生也是一样 所以菩萨说 众生如是 就是所有的众生 包括活着的众生 有情众生 有缘众生 他都是一样的 连猫狗都是众生 连动物也是众生 所以为什么不能杀 就是因为 他们是众生 所以学会包容心 学会菩提心 才会拥有 慈悲心 学佛 要学会忍耐 忍耐还不行 还要学会化解 所以 学会化解 才能坚持忍耐 才能不烦恼 很多事情就会过去 如果你天天把很多事情 放在心中过不去 你首先 已经是在退转了 因为你没有忍耐 你没有化解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精进学佛 一定要精进修行 我们学佛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好好的修 好好的学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懂得 我们学佛 本身 就是应该想通 想通的人 才能学佛 如果你今天 还想不通 你这个人 就不能学佛 也学不好佛 所以台长 希望大家 心要静 人才会 庄严三分 当一个人 话少的时候 想一想 是不是 就变得庄严 当一个人 不停地在讲话 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这个人 会不会庄严 所以 学佛 要懂得 要懂得自修 学佛 要懂得 用心 来关心自己 来看住自己 所以叫 自 观自己 叫观自在 观自在 自己 看看自己 多想想自己的心 多想想自己的情 多想想自己 有没有私恶 有没有私善 这样才能方正菩提心 方正菩提心 才能方正菩提身 所以想要做个菩萨 说简单一点 不难 坏的都不要去想 因为 不想坏的 坏的就不能在你身上 所有的好的都去想 那么好的就会到你身上 所以 不要跟别人争吵 那 你 就是在修 不去恨别人 那 你 又是在 修心 不恨别人的背面 就是慈悲啊 因为慈悲的人 才不会去恨别人 所以 我们做人 想想好 要讲良心 我们做人 看见别人吃苦 我们要替他难过 看见别人幸福 我们要去为他高兴 这样 你好的 坏的 都不想 慢慢的 你就会出现一种 自然的菩提智慧 那就是你本性 所以本性 就算你不想人间好的坏的 他也会有一种善良的东西出来 所以 物者是本性嘛 开悟的人 找得到自己的本性 就是像一个人一样 安静的人 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你在拼命地找家的时候 你进不下来 你的家 是不能找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学佛 才能成佛 成佛